大家好,我在香港作家麥蘭提斯 我的主作只在超過20家書公買 我的書叫做《打破思想和農的環人生法則》 正在三聯、中華、商務和天地圖書等等的書店買 我在香港科技大學的工商管理畢業 現職頂尖投資銀行的金融犯罪檢查 我有很多興趣,包括寫書、做作家 和不同的文牌、餐廳合作等等 我還是珠寶首席公司的老闆 我現在也是在香港大學讀法律碩試驗 我的筆名麥蘭提斯 由自新洛的亞特蘭提斯 在柏拉圖的虛擬國度 亦是葡萄邦的圓形 用於社長就是為了表達真善美的理想價值觀 我本書打破思想和農的懷疑人生法則 希望可以令一色一樣的思想奴隸 作出反思 甚至進一步懷疑人生 作品以老鼠競賽 在《幸福摩天倫》特地的圖片 來展述現代人對開心、幸福的定義 並且形容現代人對物質生活的追求 成為一個作家 是我從小到大的幻想 我小時候很喜歡讀書 小學時喜歡看韋斯利和三毛 中學時很喜歡張愛玲、貴善林和金融等等的作家 亦都很希望有少一人能夠出版自己一本自己寫的書 其實很多人覺得我英文比中文更厲害 寫中文書才是我的志願 中文的文字表達對我來說有特殊的意義 是令我想起小朋友那種好學 未有思想前設 好像白紙一般的小朋友思想 其實寫作不難 但出書難 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人說很多話 阻止你達成自己的夢想 但我又想了 有什麼恐怖的出書 就是出不了書 要想清楚自己的目標 出版射行 發行我的書 這樣已經成功了一本 其實最開心的是 下個月三月的時候 會回母校草莞虎南中學做作家講座 分享六本書 母校科技大學也都把我引在Alumni的線上 真的非常感謝科大的培育 才有今天的我 乘數低的叫做夢想 乘數高的叫做目標 其實夢想聽到很遙遠 但是是一連串 很多很多目標組成的 千萬不要因為別人說的話 什麼都不做 要慢慢走向自己的目標 甚至是夢想 做得更快 會不會馬上升 做夢想看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